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中國政府近來大力提倡 國內大循環的經濟概念 現在在高科技產業方面 似乎真是有些求人得人的跡象 根據彭博社昨日的報導所說 富士康家母公司 鴻海集團董事長劉揚偉講到 說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為何他會有這個立論呢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位劉揚偉董事長就講到 說目前鴻海集團在中國以外的產能 所佔的比重大概是三成 高過去年同期的兩成半 他還講到 說鴻海集團將會逐步 在中國以外的地方 例如在東南亞的國家增加產能 以避免美國對中國的關稅增加 他還講到 說無論是印度 東南亞 還是美洲 每個國家都將會有各自的製造業生態體系 因此 雖然中國在鴻海集團的製造業帝國當中 仍然將會發揮著關鍵作用 但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日子 已經是過去了 他在去年還講過 如果有需要的話 蘋果最有價值的產品 iPhone 一樣可以在中國以外的地方生產 這位劉揚偉董事長所說的說話 錯不完 首先來講世界工廠 到底代表著甚麼 就是代表著一個國家有大量的勞動人口 而且工資是相當廉價的 所以 其實大陸都不是很想要這個標籤 因為世界工廠 你說它貶義又可以 說它貶義又可以 不過在全球經濟下行的大環境下 還哪顧得那麼多 世界工廠 世界工廠 總之民眾 有公開總比沒有公開 不過 現在鴻海集團就說 會逐步將他們的生產線 撤離中國 為甚麼呢 他的判斷是要避免美國對中國加徵關稅 正好反映 這次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驅使那麼多的外資企業 將生產線撤離中國 其實某程度上 也是特朗普對華加徵關稅的 貿易戰後遺症 所以為甚麼大陸在最近幾個月 他打算 忍耐多一會 咬緊牙關 怎樣都頂到11月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看看拜登能不能上台 拜登就已經承諾了 說一旦他上台以後 就會取消特朗普對華所加徵的關稅 到其時 中國就真是一天都光了 可以輸一口氣 那時候的製造業 肯定就是會撈到風生水起 因為 作為一家世界工廠 最大的優勢就是市場價格的優勢 特朗普加徵的關稅就是要削弱市場優勢 一旦取消關稅 那些海外的訂單馬上就會回籠 而且原先想著撤出中國的企業 他當然會先生產貨品 不要搞那麼多事 所以 拜登絕對是對中國新出的橄欖枝 是示好的 說回外資企業 他們要將生產線撤出中國 除了中國本身有固有優勢 開始失去 其實 其他外國政府的 拉印數 他們提供的誘因 都是相當重要的 例如日本政府 他們撥出了一筆專屬款項 專門是真金白銀 去資助日資企業 有些叫他們回到日本本土樹設廠 提振當地製造業 有些就付錢 撤到東南亞等等 例如印度在這方面 是最積極的 他就直接拍板說要貼錢給高科技企業 從中國將生產線遷到印度 而且不是高科技的 不要 那些高污染低增值 那些製造業 他不要 他只是要高科技行業 他就是看準這個產業 故此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 大陸才迫不得以提倡 國內大循環的概念 國內大循環有甚麼要義 其實無非是 叫人民要截劍 要將資源共享 以及 要將資源循環再用 就是大概這幾樣 高科技企業又不是只有紅海 大陸的華為方面又怎樣 原來 根據大陸媒體的報導所說 說華為消費者業務執行長余成東 在一場論壇上證實了 說台資的台積電即將會斷工華為的晶片 今年秋天即將上市的高端手機 所搭載的麒麟9000芯片 就有可能是華為的絕版高端芯片 麒麟9000有甚麼價勢堂 原來它是由 台積電代工生產的5納米製程芯片 但自從今年5月開始 美國升級對華為的制裁後 台積電就說明 不能再接華為的新訂單 而且在120日的寬限期 即是9月14日之後 亦都不能再出貨給華為 大陸在這方面 究竟有甚麼符合 華為自己生產不了 這些先進的 5納米製程芯片 高端的智能手機 有可能成為絕暢 但低端的智能手機 大陸仍然有本事 靠著自身的力量 可以生產得到 只不過 在全球最大的低端智能手機市場 印度那時候 上個月就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因為印度總理莫迪 就是要大力提倡印度製造的產品 而且有不少印度民眾 還發動了抵制中國貨的運動 故此在短短一個月之內 中國品牌的低端智能手機 在印度的銷售額下跌了足足5.6% 而且大家都會預計得到 這個趨勢還會不停增加 所以在印度又沒有運行 除非軟銷在非洲 但這些低階智能手機 實際上賺到的錢 不是那麼厲害 就靠薄利多銷 故此 大陸在芯片製造方面 肯定要急起直追 日本媒體《日經亞洲》評論 昨天報導 原來自從去年開始 已經有超過100位台積電工程師和經理 被挖角去到大陸 從事有大陸政府資金資助的 芯片研發製造專案 原來 有兩家知名度不是很高的半導體製造商 分別是全芯濟南 和武漢雲芯 分別大舉向台積電挖角 那些人挖回來是做什麼呢 原來協助發展14納米和12納米製程的芯片 這個 技術足足跟台積電爭了兩至三代 即是四到五年的時間 14納米、12納米 台積電現在都說可以生產到3納米製程的芯片 所以爭得非常遠 但是 大陸出的錢 很優厚 原來薪酬待遇 最好是可以去到台積電的兩倍半 即是請 兩倍半的人工回來 但是 發展的 就是 三四年前的科技 台積電為了防範這些新興的競爭者 就已經要求了 那些生產設備的供應商 將簽一份約 確定不能將 為台積電量度新訂造的 芯片生產設備 賣給大陸廠商 免得他可以有所抄襲 故此 就算現在大陸的半導體廠商 以高薪向台積電挖角 只要他拿不到那部 下生產機器 其實也是要重新研發 除了加快芯片研發以外 大陸還有什麼付費 原來華為搞了一個南泥灣計劃 主要目的是規避含有美國技術的產品 使得華為的產品能夠繼續維持生產 在這個南泥灣計劃下 華為會暫時將產品重心轉移到 手提電腦 智慧屏幕 又或者智慧家居產品上 因為在這些產品領域 比較有可能 完全不包含被美國管制的技術 即是說 開始要搞轉型 但是賣這些手提電腦 智慧家居產品 始終不夠賣智能手機好運 因為現在正正進入到 5G的年代 而且這些手提電腦 智慧屏幕 究竟在外國有沒有銷路 華為的手機是可以軟銷去到非洲 非洲需不需要這些產品 真是莫名其妙 難怪大陸真的要提倡國內大循環的經濟概念 最後想說一件事 大陸發改委 最近 組織起草了一份 叫做 汽車零部件再製造管理 暫行辦法 這份話究竟是說什麼 就是要鼓勵汽車整車生產企業 通過售後服務體系 來回收舊機動車零部件用於再製造 鼓勵專業化的舊件回收公司 從維修渠道為再製造企業提供符合要求的舊件 簡直令人有所驚喜 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竟然搞出一個 汽車零部件的再製造行業 不知道還以為是古巴的新聞 即是把汽車不用的零部件回收 然後 製造新車出來 真是夠了 物盡其用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